大家好,我是Patrick 是2009年主修物業管理PMT畢業生 現在是牛仔公司香港澳門設施管理部的總經理 香港領工大學的課程的確是非常多元化 讓我有機會不停地探索 和為我的事業作出準備 記得十多年前我參加了理工大學首選畢業生計劃 當時我已經有機會去了南京建設銀行 和西安高盛地產實習 這些機會我可以了解內地的工作文化 和和內地的防備產單位接觸 這些寶貴的經驗 令我更容易爭取內地項目的工作機會 理大也給我機會 在香港行棘旗下一間業管理公司實習 而當時也和同學參加了一個校內的企業家比賽 上了一人生高貴的一課 PMT的課程打好了我事業的基礎 在畢業之後 我有機會加入了一間英資國際公司 開支了我兩年設施管理培訓生的歷程 為成為專業測仁師和服務經理鋪路 公司給我有機會在英國受訓 由培訓生到今天成為設施管理總經理 這十幾年來有機會服務不同的機構 包括香港匯豐銀行 香港財務會 備貼 彭博 西九文化管理局等 讓我儲了很多寶貴的工作經驗 其實物業管理的工作範疇是非常廣泛 例如包括設施管理 資產管理 項目管理 而涉及的工作地域都非常廣闊 單單在一個亞太地區 就包括中國內地 香港澳門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 我們會將運作流程標準化 結合大數據分析提升效率 無論做客戶 顧問工程承辦商的崗位我都做過 亞太區的設施和資產只會越來越多 對行業的專業人才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 PMT的畢業生可謂不愁出路 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可以在理大的校園或這個行業中再見大家